本列車即將抵達台中站 這是大家熟識的高鐵 快速 乾淨 明亮 換個鏡頭這裡也是高鐵 不過這高鐵列車 完全是人工打造 1比1實景佈置 車廂兩側搭建大型LED 成為圈台手座 高鐵智能攝影棚 兩側你可以看到 我們跟一般高鐵設計 不一樣的是 高鐵是圓弧鞋 但是我們做這樣子的方式是 方便我旁邊都可以加機器 我等於兩側都可以有滑軌 全台手座高鐵智能攝影棚 帶您快來開箱 可以看到包括坐墊 以車廂內環境 都跟高鐵非常相似 而且甚至還有列車安全說明書 以及雜誌也都有 不過為了拍戲需求 其實這邊的空間更加寬敞 預計2025年商業的國片 96分鐘是以高鐵炸彈為基 為故事主軸 因為P只有高達9成 場景是在高鐵車廂內 原本劇組就要蓋仿真高鐵車廂 但酬組過程遇上疫情 也改變了劇組拍片方式 因為高鐵源自於新幹線 所以我們很多的零件 都是從日本這一邊 然後我們美術組 從很前期將近快一年的時間 然後籌組 然後整個把它建制而成 這個案子經歷過了八年 因為疫情改變了整個拍片的方式 所以智能攝影棚的興起 我們文化不可以把我們的資源 一邊投在拍攝電影本身 也一方面因為拍攝電影而撞到我們的片場 還有一些技術部門 然後把錢投在這些可以長期 影響整個台灣影視生態的部門 劇組赤值兩千多萬打造的高鐵 智能攝影棚坐落台中 不只提供國內外其他劇組拍攝使用 無蘭也有望成為台中新景點 帶動觀光人潮 這次由黃俊玲世新台車報導 立刻下載淨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